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的出现恰恰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 爱情就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 其实只要做到以下两点 你能大概率地修复好你们的关系 即使最终分手 你也会有很大的收获 并且在下一段感情中如鱼得水 挽回对方第一 认识并接受自己就像李维荣教授在一本书里写的没有自我的人 当然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如果你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你怎么对别人负责 你怎么对一段关系负责 爱情里需要激情 需要亲密感 更需要责任的守护 这都人自于我 首先 你静下心来问问自己 你认识并接了自己吗 很多人会说 当然了 怎么可能会有人不认识自己 不接了自己还嫌弃自己 开玩笑 人都是自恋的 但事实是 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挽回 我虽然很邋遢 但是 我很爱他啊 我花费了好多时间 好多精力 怎么怎么 我敢说除了我没有别人比我更爱他 这样的状态其实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根源 而是一味的抱怨和自以为是 我们会看到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你连自己都接受不了 怎么可能接受到了别人对你的评价 因为不接受分手对你人设的一个否定 你的挽回就只是一种不甘的折扬 怎么可能让对方感受到真心和回头 情感挽回第二 超越旧的情感模式 一是成长世人的根本目标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每一个人都被安排了不同的际遇和际遇 透过这些际遇和际遇来实现意识成长 所以当你面对一个挫折时 面对一个尴尬纪遇时 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这些际遇 这是你一时成长的肥量 是这种情境让你体验了复杂的心理和情感 让你在其中感悟人生 并逐渐超越情境的两极体验 达到中观的认识境界 但在现实中却很少有这样的认识 你会被这种分手尴尬弄晕了头 难堪羞愧 气氛难挡 甚至自财行贿 这时候又有问题了 很多人会说 道理我都懂 但是我做不到 但是你想过吗 你连做都不做 他怎么看到你的变化 你又怎么给自己鼓劲 给自己更大的勇气 走出舒适区挑战自己 你会看到自己更有能量 所以 不要再乱操作了 给自己一个freestyle 畅想自己感情的主旋律 PS 无害情感 专注两性情感 返回爱情 在这里你的一切 情感问题都将得到解答 在情感挽回服务过程中 我们秉着识人之放 忠人之事 全力以赴 成人之美的服务理念 成功帮助了数万名学员挽回自己的前任 如果你不懂如何挽回前任 缺乏两性相处恋伤 可以私信给我们 会有一对医情感专家帮 你分析问题 这一切 让我们拿下来说您可以帮你 观看 打听啊我 讲到我们的感情感 强乏伤 reflecting 大家开始想对我们的感情感 unut技用 起来怎么样 看到我们的感情感 至于我们的感情感 如果我们感情感 迢回来 要数万个人的感情感 非我感情感 别我感情感 连衡 起来 我想再次时 能够患你 感情感 述回来 我们的感情感 连衡 感情感 连二性感 连回来 打个人的感情感 连回来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